您是否是外国人或新加坡永久居民打算在新加坡购买有地住宅吗? 那您可能已经知道,购买有地住宅是需要向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的土地交易批准单位申请批准。 最近,我遇到了一个类似的案例,可能对您有所启发。 虽然每个申请通常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但有两个明确的标准。 第一,您必须是至少五年的新加坡的永久居民。 第二,您必须对新加坡做出了杰出的经济贡献。 这是根据您在新加坡应税的就业收入等因素进行评估的。 因此,即使您为新加坡做出了经济贡献,但如果您的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不足五年, 那么您获批的机会可能微乎其微。 这就是我最近从一个案例中了解到的情况。 此外,申请过程可能需要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并不一定是网站上所述的一个月。 由于没有人确切知道评估过程的具体内容, 我相信由于最近一些外国人涉嫌洗钱的案例, 当局对申请人的收入和背景等细节会更加关注,办理的时间也比较长。 因此,如果您是永久居民或外国人,想购买有地住宅, 却不想经历这样漫长的程序,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选择能够让您享受到与有地住宅类似的体验呢? 我现在手上有一处房产可能会引起您的兴趣。 这是一栋两层楼的永久产权, 公寓小区内类似小别墅单位。 它有宏伟的挑高天花板, 配有两个私人停车位, 四间宽敞的卧室, 一个舒适的家庭区和一个佣人房。 与有地住宅类似, 它还有一个宜人的户外空间和私人泳池。 这套房子其重要点是, 小区的侧门直接通向地铁站入口处。 这意味着地铁就似乎停在您家门口。 试想想, 您可以方便地乘坐地铁, 直达滨海湾, 中央商务区, 滨海花园, 五级之马, 唐人街, 乌节路和其他许多著名地标。 最棒的是, 作为外国人或永久居民, 您购买此房产, 无需申请批准。 而且, 将来您也可以将其出售给任何人, 包括外国人, 永久居民和新加坡公民。 潜能甚至比有地房产还高。 如果您对这套房子感兴趣, 请尽快与我联系。 这是我在这个绝佳位置所拥有的最后一套优质住宅, 一旦售出后, 就很难找到魏斯的房子了。 您可以随时致点我的手机, 9697-1131, 我们可以详谈。 我是来自和登集团的苏培君, 在房产界已持惩戒20年。 希望有缘为您服务。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